在中國的水墨藝術的發展的過程中有幾個比較重要 我個人認為有比較重要的一個階段 一個就是從古代發展到鴉片漿戰爭之前 中國的國門被打開之前 這個階段我將中國水墨藝術的特徵總結為筆末 因此西方的這套寫實的方式開始對中國的藝術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包括歷史階段開始的現代藝術教育 很多藝術學校的成立等等 他也是用了一種喜歡的這種比較寫實的方式進行藝術教育 吳昌碩也是在跟七百四差不多同時期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家 那麼這個可以從這幾張圖裡面看出中國畫的一個到了清代 到了民國時早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徵 而這樣的藝術家他們這種表現方法 又是他們的學習背景 是從日本進行學習 那麼日本呢 這個時候也大力在推行向西洋繪畫學習 其實這個階段呢 主要就是中國的繪畫開始用全面的方式 在像西方的繪畫學習在改變這樣一種自己的表現的一種特徵 那麼另一方面 所謂的現實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於這個階段 中國所面對的一種包括經濟、政治等等的危機 還有人民的生活的一種種種種的危機 包括戰爭 因此使得很多有志的知識分子覺得我們的藝術應該去關注我們的現實生活 而不是老是在關注向清代理善 那個第三種方式就是說這種水墨藝術它如何去對現實生活那種反應 而更多的是去追問一些現實的一些問題